它的终点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把右边放在这边来画 画完之后再来做旋转 所以画完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那是这一题最难的应该是这地方 这个有总共有75度 然后总共几条线呢 总共6条线对切出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先画线 先把这边的L型 把这个猫型先做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18 然后过来的话52 所以这边的话52 然后再折过来的话 也是18 ok 那再来这边的话 画一个圆 那圆的话当然是26 没问题啦 不过中心点要抓这两点之间 你比较简单的方法 画有好几种 你可以用两点就好了 我的习惯两点 这一点跟这一点 他就知道怎么样 帮我拉出一个圆 那基本上这个半径一定是26 没问题 因为这个这个长度 就是刚好他的直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里面还需要画辅数圆 第一个里面一定会有个同心圆 这个圆多少 里面这个是10 10嘛 先一个10 然后再一个21 21的话刚好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尺 这三个尺 这边的另外一个圆 这边这个弧 那所以呢 再来的话我们要画一个 一条线 那基本上可以这样画吧 你可以画这一条线 从这边画 先画这一条线 或者画这条线都可以 那如果说你画下面这条线的话 变成你要这样转 这样转是正来负的 负的 因为是顺时针嘛 如果你这样转的话 变成正的 所以这边的话看个人习惯 我的习惯是先画这一条线好了 再负的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画一条线 然后呢 最快的方法 当然 以前的教法都是用正教 直接去画这一条线 那所以 之前我跟各位讲过了 这边是几度呢 180 对 绝对做不要 0 90 180 270 又回来了 360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里的话会多几度 多一个15度嘛 所以这边应该是吧 195 所以以前的画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用一个小 一个 X 长度的话 因为是26嘛 半斤 对不对 然后它的角度 角度就是195 可是这样的画法 比较 比较 我觉得比较不好画 比较简单是这个极坐标 15度就好了 以往的做法是用那个小鱼 所以我们之前有画过用那个切 用那个切点的时候一定用的角度嘛 不过我建议这个地方你不用那个方法 你用什么用极坐标 记得把它改成每15度一个颗度 那这个好处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今天画那个15度的线 我再点一下 先点起点 再来先拉水 拉180 再转一个角度 会出现195 直接在那边点一下就好 最后画的应该是210 210 对对对 两个颗度 所以再过来的话 2001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个什么 小于210 就是角度是210 那这一条线呢 你把它碰到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条线 那我们如果说要画其他的线 总共六条 总共六条的话 当然最快一定是用正列 不过如果你不用正列的话 早期的做法是这样 用什么 用旋转 旋转 如果旋转的话是这样 旋转按一下 然后计算点给它一下 然后再怎么 c enter 然后应该是角度多少 15 应该是-15 对-15才对 因为是 顺时针方向是负的 ok 好这样就一条 但是问题你要怎么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你要6次 绒5次 扣到原来 这样不方便 所以后来